国内部分合约医生星期一罢工 要求政府重视他们的权益和福利 外省部长拿多斯里阿汉包包 昨天也已经在国会承诺 不会对参与罢工行动的医护人员 采取任何对付行动 然而凌晨左右却有多名 在隔离中心服务的合约医生 因为被登门的警方问话 引发秋后算账猜疑 但是警方已经否认是调查罢工事件 代表合约医生罢工行动组织的律师 阿斯尔阿里早前发推文批评警方 竟然在凌晨12点15分 到沙登农业博物馆新冠肺炎隔离及治疗中心 向12名医护人员录口供 而他却被挡在门外 不允许进入里头 为医护人员提供法律咨询 阿斯尔阿里说 录供时医生们正在值班 整个调查程序一直拖到凌晨3点50分 才结束 不过雪邦警方随后澄清 今天凌晨到隔离中心 向医护人员录取口供 并不是针对合约医生罢工事件 而是要调查媒体擅闯隔离中心 进行报道的事件 雪邦警区主任莫哈莫诺 发文告强调 警方没有要对付参与罢工的合约医生 希望各界不要胡乱揣测 多保持人员录取口供 于晨厑的事件 嘻沙尽